有一个十二岁的哥哥右脚残疾,还有一个四岁的妹妹被送人了。 匆匆是被自己的叔叔以一万元卖给了上金慧。 上金慧又以一万一千元的价格卖给了人贩子张鸾英。 张鸾英又以三万七千元的价格卖给了福建人田正昆,也就是临华同村的村民。 田正昆最终以四万一千元的价格把孩子卖给了临华夫妇。 他给了钱,给你多少钱? 钱是我是得吃过两千钱,他们给了三万钱吧。 三万钱,可是我们田正中给了拿了一万。 三万钱?三万七?三万。 三万?田正昆拿多少? 他拿了一万。 他拿一万? 哦,就是三万七田正昆拿一万去。 你得多少? 我得两千。 你得两千? 嗯。 案子已经查清楚了,被拐卖的孩子居然是一个缅甸人。 那么这个案子下一步应该怎么进展? 孩子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刚刚回到福建的游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江岩。 同时在线的还有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曲。 江队长。 你好,你好。 你好。 现在匆匆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还在那边接受一个治疗,因为小孩子病比较重,还没有那么快。 啊,就是稳定的治疗过程。 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搞清楚,说这个匆匆的父母到底是缅甸的什么人,知道了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在那边开展了半个月的工作。 半个月的工作呢,我们通过这个抓获的行业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到那边, 那个缅甸那边来布了一个情况,我们那个得出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小孩子可以确定是缅甸的。 嗯,而且它是靠近我们银南、德宏州下面的一个叫做银江县的一个叫,银江县的一个周边的一个缅甸的一个存在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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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步你们有什么打算? 一个就是要全力地救助这个小孩,我们这个,也会推动这个社会科技,包括政府部门,全力地就把这个小孩给救短,嗯,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检疫来轮换子,全部这个,呃,快一点给他送到这个审判台上。 嗯,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呃,取得这个公安部跟那个审厅打拐办的这个协调,嗯,呃, 他如果协调,这个一旦协调成立了,我们会对这个小孩下一步,到底是,呃,解救啊,还是被他进去前送, 因为这个啊,现在还没定,那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呢, 因为这个小孩的家庭里面,呢,是没有父母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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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家里是基督的困难。